当播篮球快讯 星期六早早 WNBA常规赛继续进行 梦想主营自由人 前者今季主场胜率只是两成 最近一次主场面对自由人都遭遇惨败 梦想这次难有作为 梦想整体近况看下还算理想 过去四场比赛赢了三场 而且还是在客场作战 不过心滑下去 这次客场之旅显然已经令梦想身心疲惫 上场同当时已经遭遇三连败的非逸交锋 梦想前三节都被对手压着打 最终分差过大武力回天 梦想那场全队蓝板数比对手少了13个 全队都只有连离后活同志 帕家两人得分上伤 可以说是疲态尽显 经历过客场之旅后 虽然梦想回到主场迎战 但他们获得的备战时间远少过自由人 这个中和左球队的地理优势 金铺面对来势洶洶的自由人 梦想毫无抵抗能力 阵容方面 后卫艾利麦当努和中锋艾 路柏特相决 自由人今季胜率超过梦想两成以上 他们都是排名最接近王牌 阳光的球队之一 从近况来看 自由人和梦想不相伯众 过去四战都拿了三场胜利 自由人阵容最大优势 就是拥有超巨 布利安拿斯超活 这位军场得分23.9分的风扇得分手 能够在对手身上示意得分 不过最近一次同梦想交锋 布利安拿斯超活发挥失常 14投只有一中 都导致了球队输球 但这个不仅是小概率事件 上场同水星较量 布利安拿斯超活重新找回自信 斩下28分的全场最高分 外加14个蓝板 金铺再次同梦想较量 自由人期待赢波复仇 阵容方面 中风韩旭为国出征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 M直播是澳门球迷必备的应用程式